全國的國人紅包 從今天起 美國將針對自中國進口的 2 千億美元的商品 將懲罰性關稅從 10% 提高到 25% 這是一件衝擊全球經濟和金融的大事 後續的發展也還有一定一些變數 目前因為還沒有擴及到臺灣主力出口的產業 對臺灣的影響是相對有限 但是如果美國採取進一步的關稅懲罰措施 影響成本將會擴大 所以今天的國安高層會議 特別針對這些最新發展的情勢 我們進行了討論 並且提出完整的行動綱領 我們會密切關注後續的發展 也會採取必要因應的措施 稍後會有新聞稿向大家來說明 在這裡 我有四件事情要特別說明 第一 臺灣的經濟基礎非常穩固 我們股會是穩定健康 經濟連續 12 季的正成長 總體經濟穩定度更是全世界第一 尤其是政府從去年以來 就積極引引美中貿易衝突的升高 獲致了有很好的效果 我們有足夠的能力來因應國際局勢的衝擊 第二 今年是臺灣投資大爆發的一年 外資進來了 各大品牌加碼投資臺灣 臺商回來了 今年已經超前突破了2500億 我昨天也已經向經濟部下達5000億的新目標 第二 加上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的預算 5加2產業的新投資 都是為我們的經濟景氣添加柴火的措施 這些就是我們因應變局的本錢 第三 在美中貿易戰的烽火下 政府張開雙臂 歡迎所有的臺商回家 在這裡 我們要請行政立法兩院幫忙 一定要讓境外資金匯匯管理運用及課稅的條例 在今年審查通過 引導海外臺商資金可以回到家鄉 投入具有未來性的產業 用國內外臺商積極的力量 加速臺灣產業轉型升級 第四 也是最重要的一點 就是臺灣一定要選擇正確的經濟發展路線 美中的貿易衝突是長期性的結構問題 將根本改變全球貿易的次序跟供應鏈 所以臺灣接單中國製造 出口美國的三角貿易模式 也將會改變 我們目標是要加速臺商回流 重建高附加價值的產業鏈 促進產業全面轉型升級 同時 我們也要加速推動 和美國簽署以自由及公平貿易為主軸的 雙邊貿易協定 用高含量及高質量的臺灣製造 取代中國製造 成為出口美國的主力 我也要提醒大家 近來有很多政黨人士 跟地方首長主張成立至今去 要讓臺灣成為中國貨品加工出口的特區 混淆臺灣貨跟中國貨 這可以說是一種變相的中國製造 讓臺灣幾乎倒退回數十年前的加工出口特區 這樣的形態 也完全抵觸了美國和其他國家 辛勤簽署的FTA 的精神 會成為臺灣經濟轉型升級的最大的阻礙 這三年來 臺灣好不容易擺脫了經濟被鎖在中國的情況 我們升級產業 擴大內需布局全球 我們的經濟體質現在是強健的 不需要再透過資金區走回頭路 經濟就是國安 發展經濟就是促進國家安全 我們的原則很簡單 臺灣第一 臺灣優先 讓外資進來 讓台商回來 讓產品出去 照顧好企業和人民的利益 國際經濟變局在穩固的經濟體質和妥善產業策略下 我們有信心可以因應 但是 我認為 真正需要向國人示警的 是習五條之後 兩岸政治情勢的三個重要變化 第一個變化 是中國加大一國兩制臺灣方案的宣傳力道 企圖跟國內各界進行所謂的民主協商 並以軍事外交手段孤立臺灣 迫使臺灣民眾接受中國的政治主張 第二個變化 是在今年大選年 北京當局一如以往 企圖引導臺灣的政治人物表態 中共各設臺單位 也藉著各種方式來分化 來擾亂臺灣的社會 介入選舉 第三個變化 是 美中除了經貿衝突之外 雙方在南海的政治軍事活動也升穩 中國更在臺海挑釁的動作不斷 破壞臺海的現狀 針對這三項的變化 我今天特別要求我們的國安團隊 針對中共對臺灣的滲透統戰 特別是近期曝光 擁有媒體的財團 接受中國的資金或受中國的影響 以及國民高度關切的假訊息問題 要儘速地完備反滲透反統戰機制 維護臺灣主權以及國家的安全 其次 民主防護網的法治化工作必須加快速度 我要感謝立法院最近陸續完成的刑法 和國家機密保護法的修正 我也希望 烏海空軍刑法 營業秘密法 國家情報工作法 還有國家安全法及兩岸人民關係條件等修正案 也能加速審查 早日完備民主防護網的功能 此外 面臨中共的軍事威脅 國軍會加強不對稱戰力的發展 一方面 秉持國防自主的原則 加速國造潛艦 仿製防空制海 飛彈的生產 另一方面 藉由常態化的軍購管道 進行主戰武器的更新 強化作戰訓練 最近有好幾個消息 包括美國持續強化對台軍售和軍事合作 臺灣保證法要求對台軍售的常態化 以及國艦國造邁入新的里程碑 我們會嚇阻中國在台海聲勢 我要請國人放心 臺灣會不斷強化自我防衛的能力 成為促進區域和和平的力量 最後 面對孤立打壓臺灣從不屈服 國際社會也看見了臺灣走出去的決心 中國今年再度打壓臺灣 參與世界衛生大會 各國也都加大了聲援臺灣的力道 批判中國的主腦 所以我要求外交部以及相關機關 持續多元宣傳中國區內的本質 向國際社會傳達臺灣貢獻國際社會的努力和成果 爭取更多的國家的支持與合作 最後 我要提醒國人同胞 外在力量的步步進逼固然令人憂心 但更糟的會是我們自己無法團結一心 不能凝聚守護臺灣的決心 三年來 我們的國家安全戰略 就是在守護臺灣的主權和民主 組織中國對臺的侵略 在這個千變萬化的局面中 能夠穩定兩岸情勢的重要關鍵 絕對不是投降妥協讓步 唯有一個堅定的政府 加上一個團結的社會 才能確保國家主權完整和國土的安全 確保世世代代的民主生活方式 這是我們唯一的選擇 謝謝 謝謝大家